其實陳傑現在在整個的棒球路上 其實走的其實不是很順暢 說實話 因為他從國中開始 畢業之後去日本念 他是小留學生嗎 就是留學生打了三年 老實說日本就當留學生 就是當你要當學弟 洗衣服 什麼亮球 這都沒有少過 然後呢 三年下來也沒有打進甲子園 自己也不是很有名氣 然後後來回台灣 打文化大學打台電 老實說還可以 可是呢就是一個去過日本 但是沒有打出成績的球員 後來同意把他選進來 他本來其實是守遊擊的 是守秀斗的 他其實是守遊擊的 他內野守 結果內野守守了兩年 大家覺得他內野實在守都不行 去外野好了 因為其實老實講 我們對守備來講 最好就是內野 三壘遊擊 守備比較不好再去外野 一般來講 外野守就是腳程快一點 我那個接球反應什麼 可以不要大 所以理論長到外野去 其實有點降級 但是他說中外野去 他腳程也夠快 然後拼了這幾年下來之後 其實到現在我都不覺得 我們以前過去說 我們中華隊友 陳金峰林志胜那種大砲 你會覺得陳潔線是這種拒暴型嗎 我到現在都覺得不是這樣 看體型就有 他都不是 可是問題是他這次比賽 為什麼打到6成36打擊率 為什麼還有打拳雷打 事實上你看他整體的打擊 就是說這幾年中華職棒 不管是陳潔線 或其他的選手 我們以前不是說 一定要很大隻 他很大口才能打 不是 現在我們在做運動科學 對運動防護員 對用科學了解 其實我們要選手的 每個人個人的肌肉協調性 體肉脂肪 肌肉脂肪比例 我們每一次球都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包括在打擊的 問題是說不是只有陳潔線 每個人都打得好 我們其實在運動科學的 整個進步上面 其實是帶給我們這些球隊 一個很大的幫助 然後最後就在陳潔線上 發揮不出來 剛剛談到三分轟 台灣隊長長得很帥 所以這次日本輸了 我看到新聞說 日本說因為他太帥了 決定要原諒他 我們來看他到底有多帥 他曾經跟吳祁龍同台過 大家好 我叫陳潔線 你什麼時候就是被人家說 像吳祁龍哥 在兩年前的一個國際賽 結果呢 電視轉播 是因為轉播 結果 大家都說長得很像祁龍哥這樣 對 真的有像 但我覺得他也像華仔 他也有點像華神 因為他鼻子比較陰勾一點 你們兩個可以靠近一點嗎 就做一個一樣的表情 讓我們網友來看 就閉著嘴笑 閉著嘴 對 閉著嘴 微笑 露齒 好 換露齒 有耶 真的太帥了 我這劇覺得比吳祁龍還帥 所以日本人說因為太帥了 決定要原諒他了 對 又打得又好 而且又很帥 沒有 其實陳潔線 在整個的棒球路上 其實走的其實不是很順暢 說實話 因為他從國中開始 已經這時候畢業之後 去日本念鋼山功能 他是小留學生嗎 就是小留學生打了三年 老實說日本就當留學生 就是當你要當學弟 洗衣服 什麼量球 這都沒有掃過 然後三年下來 也沒有打進甲子園 自己也不是很有名氣 然後後來回台灣 打文化大學 打台電 老實說還可以 可是就是一個去過日本 但是沒有打出成績的球員 後來同意把他選進來 他本來其實是守遊擊 是守秀斗的 他其實守遊擊的 他內野守 結果內野守守了兩年 大家覺得他內野 實在守都不行 去外野好了 因為其實老實講 我們對守備來講 最好就是內野 三壘游擊 守備比較不好 再去外野 一般來講 外野守就是腳程快一點 我那個接球反應什麼 可以不要大 所以理論長到外野去 其實有點降級 但是他說中外野去 他腳程也夠快 然後拼了這幾年下來之後 其實我到現在 我都不覺得 我們以前過去說 我們中華隊友 陳金鋒 林志聖那種大砲 你會覺得陳捷線 是這種巨砲型嗎 我到現在都覺得不是這樣 看體型就有點大 他都不是 可是問題是他這次比賽 為什麼打到六成三六打擊 為什麼還有打全壘打 事實上你看他整體的打擊 就是說這幾年中華職棒 不管是陳捷線 或其他的選手 我們以前不是說 一定要很大隻 他很大口才能打 不是 現在我們在做運動科學 對運動防護員 對用科學的了解 其實我們要選手的 每個人個人的肌肉協調性 體肉脂肪 肌肉脂肪比例 我們每一次球隊 都要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包括在打擊的問題 說不是只有陳捷線 每個人都打得好 我們其實這幾年 在運動科學的 整個進步上面 其實是帶給我們這些球隊 一個很大的幫助 然後最後就在陳捷線上 發揮不出來 好 講台灣隊長 一定要來問一下 維智 因為維智你女兒 是送花那一位 別說 對啊 對 那個是這樣 我們不敢趁中華隊 因為那是華航 這個在派員工的時候 剛好他們 對 下面出來那個 我二年 這個是你女兒啊 還不是 還好 還怪有人說 派一個車喝碎 派一個車喝碎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因為天啊 北部心 大家都不敢 因為我女兒 她IG本來就幾千人 現在幾萬人 現在人又國外度假 好 到這裡 好 我們來講台灣隊長 對 捷線是這樣 捷線她的出生 非常的辛苦 剛才跟我說 爸爸也是教練 他媽媽也是過得很辛苦 他爸爸2021年過世 媽媽2023年 1月過世 他媽媽比我還年輕 那他大哥也過世 哥哥現在目前在昆山交棒球 他剛剛那個 阿伯說的 其實一開始是在台電 在台電拍夜雨 身高173 跟我一樣高而已 我本來很老 你知道嗎 因為我跟他 江坤宇對比 江坤宇他爸爸 那個江都大哥 我跟他很熟 我問他 江坤宇 你兒子到175 因為我兒子都 低重訓練 所以兩支腳很紮實 比較短 腳比較短 所以江坤宇看起來比較矮 沒有 還比陳潔線高 那陳潔線這次打擊6成多 你想看看 從A組的那些 那些大小聯盟球員 跟B組這邊比起來 陳潔線為什麼會被大家 給那個 手臂好 你大巨蛋 那幾顆他跟陳陳威 這次中央隊 手臂有在嚇一跳 韓國隊也嚇一跳 日本隊剛剛嚇一跳 看到越東華跟江坤宇 以前我們中華隊像這樣 那偶爾失誤 蓋淨雄 對吧 偶爾失誤蓋淨雄 淨雄 我們都會 有高級的動作 也有第一級的失誤 而且這失誤都被人家罵 說 這跟手臂是學生級的手臂 你記不記得第一場比賽 那個潘傑凱 在手第一顆球 那個巨蛋的彈跳是 彈跳算沒算準 刷手 結果朱玉賢沒有好好的 收乾淨那個球 不然對日本隊我們不是3比1 搞不好1比2 還有拚 所以那個就是緊張 以前國家隊會手會刷嗎 會 現在這次的國家隊裡面 剛剛說琴手掌 還練得很勤 運動科學幫助他們 而且你看江坤幾個手臂 連那個原田壯亮 日本的當家遊擊手 他的手臂是藝術家 我就會看太鼻 結果連原田壯亮 看到那個江坤的手臂 都一直稱讚說 這個在日本就是一軍嘛 他打擊就好 他遇上風出全力打 對同年一槍 對美國隊要不是那個3分 那個逆轉的 青雷的3分的安打 我問你對美國隊 還真有話說的 所以這次裡面 從我們的頭中後 就是說以前 都以為中心打者是最強的 其實前兩棒也很可怕 林立都擺在第二關 林立是被評估可以打大年 我一直覺得說 這次國家對我們覺得很感感動的 原因是說 這些教練團 教練團 完全不會覺得說 你這個球員 大排 你這個球員 很好的 我就把你用倒地 沒有 有狀況 馬上換 你剛剛 所以這次車輪戰嗎 這個我們叫鐵牛棚 以前我們帶13個投手 我用9個 對 45個 45個 去那邊買點心的 晚上去買分的 或是幫忙抬心 沒有人家也是要餵球 還要餵球 問題點就是這次全部用啊 我沒有看過哪一次國家隊 像這次這樣子 全員皆兵 所以龍貓為什麼 他是2022年跟 上禮拜有點口誤 你們觀眾在底下留言 那徐老師外行 再講一次 2022年跟2023年的 樂天桃園隊打進總冠軍 其實那兩年輸 他本來要離開 徐老師你還看我們的留言版 有啊 就已經 有人帶給我 說你怎麼會說 2022 2002 2003 我說2022 就說趕快 你怎麼撈啊 拜託 我意思是說 他也是一個很好的教練 去年今年賽就是這一批 去年總教練是林月平 龍貓是教練團 一樣這一批 而且 王建民跟那個彭哲民 跟那個龍貓 他們有講說 我們去年的失敗 我們重新思維一下 重新來也檢討 再出什麼問題點 平均年紀42歲而已 我們的教練40幾歲而已 比那個 Ricky Hill還還年輕 美國的老投手44歲 我的意思是說 這一次裡面 我們滿滿的感動 是這一批新生態的教練 已經給台灣新的一個 革命的一個棒球 就是說 剛剛這個我們兩位 不同的思維啊 我們這來行就看來說 不一樣 以前all school的教練團 我說那些老教練 酷經驗的 要搗手一個 搶到四個 沒有啦 這個模式大概就會 帶進中華職棒 也帶進國家隊 我們這次的 以前都是 我們的積分 在WBS積分是排第二第三 對不對 都被他們笑說 扯小孩 扯小孩 老弱父母 都小孩 小孩 這本可以大聲講 這本粉絲又補了 我們都變成笑 都說都是小孩子好不好 你們大人懂個 根本沒有貢獻 這是 尤其中職只有 這次國家隊 只有兩個不是中職 林家正跟林綠銘 不是 其他都是中職本土 教練團中職本土 我說 中華職棒這幾年 我真的 我不是政治問題 我真的要承擔蔡其昌 他把這個棒 知道多 後勤補給系統 主訓 從年初開始到現在 以後要學日本 主一個data 就是說 那個data是什麼 資料搜集 球員的追蹤 還有以後要跟 這個時候的十一十二月 跟春訓之前 要跟國外一級球隊打友誼賽 那你實力真的越來越好 對 這個蔡其昌會長 我要特別講一下 大家還記得他那時候 五年還剛接會長 就說要打台南走向世界 可是他一當接的時候 他碰到什麼 他碰到疫情 你記不記得 那個東京奧運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想打取消 我們放棄了 身為會長出去 沒有辦法帶隊出去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比賽就是沒得打 後來其實在墨西哥打 最後只有在 後來決定 我們也 本來是在我們這邊打 對 後來沒放棄 我們自己也不打 然後我們也不去派對 去墨西哥打 反正最後東京奧運沒了 有棒球了 可是我們不去打 那真的蔡其昌 這會長是很悶 你知道嗎 他好不容易當會長 然後幫隊長找資源 可是就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 這些事情就慢慢累積下來 到這一次 總算 我覺得他這一次 三年來的這個問題 一次 後繼勃發 對 後繼勃發 就是這一把 這就是他當初 他要接會長 要幫台灣棒球做的事情 那這次終於就是做的 他就說他當總是一樣 有什麼需求都跟他講 事實上 我要稱讚我們這後勤團隊 包括了 不管是秦州 團組有20個人 然後另外我們還有這個防護員 防護員是 按摩員 按摩有6個人 以前我們一個隊 一個防護員 大家按摩會 按到半夜三點鐘 這是6個防護員 所以每個人上去 很快可以處理 處理之後我們帶隊 我們這個錢都沒有在省 我們這是整個的 團隊人數比中華隊 本身還要來得多 就是整個大團隊 這是其實整個後勤資源 即使是在東京是客廠 我覺得其實這跟我們 台灣差別不是太大 然後東京我們也很近 臨時代表處 也給我們一些幫助 所以這個是我覺得這次 對蔡希臺上 他真的是 真的是他達到他當初 這個把中華職棒 這個會場接下來 還有一個就是估重量 重量董 這以前他就是 忽然去9月份 有一次的講話 他是講說中職是三流的打擊 被窮鼻 那個岩上 那後來講 那不是我說的 那是他引用過 重量董也感謝你 你願意出錢 我就感謝了 你願意加碼 你這次七七萬 七七萬 他比到餐廳包場 反正重量董 你也知道 中華民國棒 聽說餐廳包場 因為大家太high了 超過人家的營業時間 顧董呢 每個人給1萬塊日幣的小費 我跟你講 這錢對中興集團 都是peaceful cake 那重量董 你願意出錢 有人出錢 有人出力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沒錢沒力出席會議 你就這樣做就好了 我覺得這次是 不分藍綠 第四次 台灣萬眾一心 對 今天所有 你看昨天晚上 不管哪一個縣市藍綠執政 全部 我們台中2萬人 盧媽媽在那 新北人也很多 越晚人越多 全部啦 台北東區 過去也曾經有過 不是沒有 但是因為中華隊輸嘛 那個輸 沒人敢去輸的感覺 你如果輸 隨便有容 明年再來 你如果輸 跟你說 今天都沒人說這些事情了 你知道嗎 出書 出書